与任何其他的投资产品都是一样的 在购买房产进行投资时 您需要认识到可能面对的潜在的风险 那么现在呢 给你总结了四条风险 第一就是财务的风险 与其他投资产品一样 您需要投资才能赚钱 这无一会给你带来有钱相关的风险 即财务风险 比如您无法找到合适的租客 而将房产空置 您需要从其他的收入来源 来支付房产的贷款 进一步房地产市场的诡异多变 一旦大幅下跌 那你的投资将会缩水 第二就是位置的风险 不是每一个房子都可以很容易的租出去 或者能很容易的转手卖掉 这里面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决定购入一个用于投资的房产之前 您需要仔细的调查 这个地区的租房的市场 和买卖房产的这个市场的情况 另外呢 您还要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找到具有优质未来投资价值的上升的区域 你忍不住投资购入不过 过长的房灵呢 会带来很多隐性的问题 比如年久失修的管道啊 积满树叶的屋檐 阁楼中的小动物啊 地下室的昆虫啊等等 这些都不是从外面一眼能看出来的 所以千万不能被老房子的外表所迷惑 这时候你需要专业的房间的经济 甚至业务师来帮助你发现 潜在的问题 第四市场的风险 我们前面提到过和任何投资市场 房地产投资一样诡异多变 有时候它可以高哥们进 有时候它可以一泻千里 更重要的是因为有贷款 您相当于使用了一个金融的杠杆 这无疑加大了你的风险的这个倡口 更何况投资房地产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仅仅考虑未来一两年的市场变化 是完全不够的 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投资房地产不仅可以让您分享 房地产市场上涨带来的溢价 通过出租来获得额外的收入 更可以使您享受更好的居住品质 但是投资就是投资 它在面对收益的同时 不可能避免要面对风险 仔细小心和认真的调查研究 永远是您采取行动前的第一点